這一題主要是什麼被陳述跟陳述 再等於陳七 那一到九 最後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題目沒有要求要用哪一個 哪一個迴圈啊 基本上用for迴圈 用壞迴圈 用度迴圈其實都做出來 其實我建議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 再再把for迴圈改成壞迴圈或度迴圈 其實都ok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108 我這邊三個都有做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怎麼輸出 最後結果類似像這樣 1234 一直到底下這部分 那首先的話我必須有個外部的迴圈 那外部的迴圈基本上是決定他的列 列的部分 那列的話就是從這邊 第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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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由i來決定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呢 是被乘數 乘數的話呢 是由追來決定 那所以呢 回圈的部分是由1開始 到等於9 或者是小於10也可以 然後面的話是不進加加加加 那輸出的話呢 就是被乘數跟乘數 最後的結果把它相乘 然後再加一個TAB 加一個TAB 然後輸出 再換行 最後再加一個換行 換行部分的話 我們在這個迴圈裡面處理 然後這樣的話呢 最後跑出來 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 好 所以一個外回圈 一個內回圈 這一題應該比較簡單 不過呢 這一題可以順便了解一下 哎 但如果我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4回圈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畫耀回圈 那其實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沒有試過就是說 哎 畫耀回圈跟4回圈到底有什麼差異呢 其實基本上 4回圈跟畫耀回圈差別只是說 然後這個地方 位置不同而已 也就是說呢 初始值 封回圈 還有條件 還有步進都寫在一起 可是換回圈 基本上呢 位置不一樣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的初始值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然後呢 步進的方法放在最後結束的位置 其實就可以輸出 其實我們還可以來看這邊 因為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我把那個 換回圈改完之後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地方 這個是畫耀回圈 那跑出來的結果一樣也可以 一模一樣 那差別在哪裡 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 初始值把它放到畫耀上面 那4是放在裡面 條件也是一樣 條件比較 條件是放在這個裡面 那初始值也是一樣 J也是在畫耀的上方 那第二個是說你步進的位置 步進的部分的話是寫在 每一行輸出之後的下方 加加 那I的話呢 是在這邊做步進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改完之後呢 基本上也是OK 輸出結果一樣 另外最後當然你也可以啊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那個 畫耀回圈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都畫耀 有沒有前面我們做蠻多是 先執行後判斷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地方改一下的話 基本上 都畫耀回圈非常簡單 你直接怎樣 拉到 比如說I I回圈的外面這邊有個刮鬍 你其實可以這樣子 把這個移到下面來 然後後面加一個分號 那頭的部分的話 你就給它把它拉下來 上面加一個什麼度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 畫耀跟度回圈基本上就是 一個是先度 再判斷 一個是畫耀先判斷再執行 那這邊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搬到什麼 搬到他的後 他的刮鬍的後面 所以刮鬍在這裡 你如果要把它改成度回圈的話 把它搬下來 那前面再加個 加個分號 結束 然後再加個度 基本上這樣跑出來的結果 也會是螢幕化 Ctrl-SHIP加F 執行起來的結果 應該也是一樣 一樣的一個有沒有 一模一樣 OK 所以基本上三種回圈 都可以試試看 不過如果你沒有太多時間 對這個部分 還不是很在行 你就先記一個就好了 4回圈 比較簡單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